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扎克城野生动物护理中心 可以看到一些本地野生动物 由于这些动物都不适合放归野外生活 所以本源为他们建造仿天然的居住环境 给予最适当的照顾 这只赤脊叫菲菲 她已经在护理中心这里居住了16年 赤脊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小型鹿 也是香港唯一的野生鹿 他们生活在森林里 于黄昏和黎明时最为活跃 赤脊是好以受惊的动物 当他们受到惊咬 遇到捕食者或者求偶时 会发出如狗肺的叫声 因此赤脊又叫做Barking deer 字面意思即是会肺的鹿 赤脊是草食性反初动物 以乱叶和果实为主要食物 在大自然中 他们扮演着散播种子的重要角色 有助提高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飞飞是痴性赤脊 两性赤脊的眼下方都有发达的分泌线 他们会将分泌物涂抹于植物上以标示领域 红性赤脊有突出的长犬齿 作防卫和领土糕纷时之用 红性赤脊也有一对短角 每年会脱落和从长 主要用来求偶 鹿角在生长初期 由软骨和血管组织构成 传统中药鹿茸即是生长中 未骨化的幼鹿角 根据记载有恢复元气 补充血液等功能 不过 割取鹿角会造成痛楚非常残忍 其实现今常用的中药 都以非动物类的药材为主 有不少草药可以作为鹿茸的替代品 飞飞于2004年获救 当时还是一只幼鹿 由于缺乏母亲照顾 无办法在野外生存 本源决定以人工方式将它治养 经过持续的接触 飞飞已经习惯与人类相处 不适合放归野外 所以留在本源担当动物大事 幼鹿或会因为母鹿被困 甚至死亡等原因而成为孤儿 现时本地赤脊所面对的威胁包括 野外生存环境不断减少 吴舵及被困引水道 以及遭流浪狗袭击等等 要保育赤脊和其他野生动物 我们必须要外护珍贵的自然环境 既建设施要尽量考虑动物的需要 如果身为草物主人 请尽责任照顾他们一生 弃养行为不单只伤害了草物 亦可能对本地野生动物造成威胁 下次远足的时候 如果听到动物吠叫的声音 不妨细心留意一下 会不会是赤脊的叫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